Odia Jungle 俄军和美军,尽管土耳其方面要求这里的美军特种部队撤离,但不仅遭到了拒绝,而且美军还进入高度戒备,收到了自由还击的命令,并随即在遭遇战中以零伤亡击毙32名叙利亚自由军,后者由土耳其方面支持,在交火后迅速通过土耳其方面向美军澄清误会并道歉,俄罗斯在一开始的态度也是拒不撤军, 但随即在土耳其军队的监视下,阿富林地区的数百名俄军从包围圈中撤离,俄军留下的基地则交由一支续军小分队看管,但随着叙利亚政府对土耳其入侵的态度明确化,包括向阿富林地区派遣新政府民兵与库尔德武装达成一定程度和解,甚至向其提供武器,土耳其军队和续军的冲突也开始明朗化, 近日,据外媒报道,土耳其空军在对阿富林地区军事设施的轰炸中,炸毁了俄军此前遗留下的军事基地,整个基地遭到土耳其F16战斗机的猛烈轰炸,基地基本全毁,驻扎在这里的数十名续军,据称全部被炸死,一个也没有活下来, 很明显,土耳其对这座俄军前基地的轰炸,是对叙利亚军队的示威,俄罗斯方面在土耳其面前有所退缩,叙利亚政府则表现得日益强硬,这与土耳其军队的多多逼人有关, 尽管土耳其大军一直在阿富林地区接战缓慢,但土军侦察队已经深入伊德里布和阿勒坡等地,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小型前进基地,部署了防空系统,一旦土军占领阿勒坡等地,将可能控制整个叙利亚北部, 这对叙利亚政府是一个严峻挑战,目前叙利亚政府控制了约80%的叙利亚国土,叙军不断向阿富林地区增兵,包括叙军正规军和新政府民兵,结果遭到了土军的威吓性炮击,虽然没有与土军爆发大规模交火,但已经在阿富林地区形成一道封锁线,阻挡土军继续南下的企图, 土耳其军事行动的目的则很明显不仅仅限于阿富林,而试试图在混乱中在叙利亚争取到最大利益,从这方面将库尔德武装充当了旭军的前锋,一旦阿富林地区的库尔德武装溃败,那旭军将不得不亲自上阵与土军正面交手。